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人与人互动时,即时有些话或情绪没有表现出来,有时却能心电感应般察觉对方的想法。 英国一名心理学教授指出,事实上人脑与人脑间如同WiFi一样相互连接并传递情报,因此可以接收旁边的人的思维,也就是说直觉并非是发自脑中而是人脑之间交流的结果。 据一枚电讯报报道,英国借菲尔德大学的临床心理学教授迪比谭塔姆Dick B. Chanton指出,语言在人类传递讯息时只负责其中一部分的工作,事实上人类的大脑会不断去捕捉对方传递出来的各种细微资讯,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察觉别人的感情,以及别人正在将注意力放在什么事情上面。 自己与对方的大脑是直接性的连结,我将这种大脑间的交互作用称为The Interbrain。 坦塔姆也指出,人们的基本沟通相当依赖嗅觉,因为人类大脑中最具活性的前额叶皮质与嗅觉相连,而人类会去观察别人的视线方向也与此区块有关。 而人体中化学物质的些微变化,如恐惧、生病、性兴奋等资讯除了会以动作显现出来外,也可能会放出一些传递资讯的化学分子在被沟通的对方以嗅觉感知。 根据坦塔姆的理论,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人们会有无法解释的不好的预感,以及为什么人在通勤时段的车厢中很难与别人长时间保持视线接触。 因为车厢内挤了太多人,大脑被强迫塞入大量的潜在资讯而疲累。 另外,这也能解释了为何效会传染给别人。 坦塔姆更认为,人之所以喜欢待在人群中,例如去参加演唱会或足球比赛,或是被宗教吸引,是因为这会让大脑感觉与群众人为一体。 这种宛如灵性的体验,让人能突破独自一人思考时所受的时间,力点与能力限制,让人仿佛拥有充沛的能量。